这只金毛是今天来我们新基地的第二天 他已经习惯了我们基地 现在不用拴着了 但是我还得给他带着铁铁子 因为我害怕他跑 如果跑的话就抓不到了 小家伙 头憨憨的 有许多人说 让我给他借借身上那些毛 太脏了 因为我们这个是新介绍的基地 狗狗用的工具都没有 我就昨天买了一小包狗粮 一小包狗粮还不是好的 这里是个正子 买不到就是狗狗用的东西 等我把房子这几天围墙盖起来之后 我再带他去宠物店 因为他们都没有病 都挺健康的 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是大黄 这是我们基地的接工之一开始的 一会我带大家看一下 他两个每只狗狗一只狗狗一间房子 如果在一起的话会打架的 你咋老欺负人家 他欺负人家呢 就是那只人马犬 人家不欺负他 他欺负人家呢 昨天同时救回了他们两个家伙 他身上有伤口 被打的伤口 我给他吃了消夜药今天 乖吧 一点都不乖 其实你们现在看他乖 走 带你玩去 去不去 今天把整个场地都给他平了 新基地整个场地都给他摊成平的了 摊成平的明天开始起围墙 明天起了围墙就可以把他们身上的绳子 给他们放下来 放下来他们就可以在场地里面玩了 明天一天 后天两天差不多围墙就全部起来了 这家伙老能吃 又能吃又能喝 我都快养不起你了 小家伙 我都快养不起你了 咋办 可怜的孩子 带你们再去看一下大黄 大黄的话是放在那边狗狗住的屋子 他的话是放在这边的屋子 让他们俩隔开 以免打架 大黄 咋了 树里去了 这个是我们基地的第二条狗 也是大家很面熟的一条狗狗 就在我们这里 就是接受新的基地的时候 他那段时间 就是经常来我们基地这边当接工 就是每天早晨来了 看我们干活看到晚上 估计也是想看看 我给狗狗盖新的基地呢 到底有没有盖好 现在他是属于我们基地的第二条狗 最后呢 他会藏住在我们基地 因为下面藏着那个老板 他不咬了 不咬了我就接受了过来 大黄 让他跟那个鸡毛做个伴 两个都是公狗 特别捏我 你咋那么捏我 过来 然后大黄呢 是放在这边的屋子里面 可是用绳子 暂时把他给拴着 因为我看他跑丢了 就是在北方这边冬天冷的时候 偷口的很多 我们新的这个基地呢 又没有围墙 如果他被偷走 我心会痛死了 所以我就暂时用绳子把他拴起来 就是因为现在外面在电阅上 我们把车车来车往的 他车撞到他们 明天起围墙的时候 我就把他直接放开了 像金毛饮料 那习惯了之后 就可以放出来让他玩了 大黄 然后他的嘴角烂了 嘴角烂了 我给他买一笑颜药 就是昨天给金毛买一笑颜药 没有味道 他为了他一例 明天可以打个体力 直到他嘴口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包括狗绳子都没有 因为这是我们新建的基地 基地还没建设好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工具 那时候用这种绳子 用这个绳子把它拌在这 就是宝兰山的绿绳子 因为没有任何的狗活用的东西 明天 狗狗一声毛发 哎呀 抱抱了 爸爸 爸爸就黑心了 你俩这么黏人呢 小黏人厅 开吧 这是我们基地的两只狗 其实按道理来说的话 他算第一只 因为当时我们在建设基地的时候 他就来我们这里做接工了 然后那个金毛呢 算第二只狗 以后呢 他就是我们基地的孩子了 因为厂房里面不养他了 不养他了 那我就把他带回来我来养吧 他经常跑 然后厂子里面的老板 抓不住他 他老是跑到外面玩 他爱玩嘛 他们那个厂子有空 他们钻出来 所以抓不到他 抓不到他 我说我们来养 然后我就带回了我们基地 当然基地没借起来呢 但是把他们放在身边 我也有更多的安全感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一会儿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那只金毛在 因为那只金毛真的是很肯 他今天有点争分吃醋了 可能是因为我今天那些队大黄好 然后忽略了他 所以有点争分吃醋了 你一人一个大苗 你为啥要争分吃醋呢 啊 你这比他少啥了 啥也不少啊 你也有大苗 他也有大苗 你一个屋子 他一个屋子 你争分吃醋啥呢 这狗狗跟人一样 他也会争分吃醋 人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对一个人好了 忽略街对另一位一个人不好了 他就会争分吃醋 争分吃醋了 小家伙 伤心了 是不是啊 然后我朋友呢 在那边装窗户 他把大黄那个屋子里面的窗户装上 装上呢 大黄马上就跑不出来了 那个时候 这这金毛一直看着大黄这个方向 一直在看大黄这个方向 我们基地已经把围墙坐起来之后 其实就可以 关狗狗了 场地没有拧化就是会容易把狗狗搞脏 所以等场地拧化之后 就算是完工了 你看人家大黄多乖 有大衣睡觉就是不一样哈 就是舒服 把窗户装好 万一他晚上冷 看这这金毛身上 真的是很脏很脏 身上发出了很恶劣的那种恶臭 他身上还有伤口呢 这些死毛下面 每一块死毛下面有一片伤口 这这这这 好多 这有一片 肚子上还有一片伤口 他身上的毛发特别脏 怎么了 小可怜 睡在大衣上 睡到老舒服了 不愿意起来了 振奋吃醋 走 好听吧我的声音 一下就把他叫的清醒过来了 我来趴在那睡觉